哇 綠的 整個都綠的 整個綠的 哇 這很嚴重 至於太誇張了吧 至於有點誇張 桃園海岸該電場排廢水 學者批造礁孔滅絕 工廠不斷冒出白煙 海岸邊堆滿垃圾 廢水滾滾流向大海 河川口遍布死 我們跟著潘中正的腳步 比虧登上國際期刊的大潭藻礁 這地方就是他們要做 第三天然期接收站的地方 大概站地面積是77公頃 那77公頃呢 就是他們要填海造陸 活埋藻礁的地方 大潭藻礁外型獨特 就像玄紙般的堆疊 藻礁底下孕育上百種生物 就像美麗的海底世界 由裸雄泉 章魚及廠壁蝦 十多孔隙的生物棋地 其實從藻礁保育的觀點來看 這是一個非常需要去值得 重新在審視 在未來在環境影響評估 在未來整個國家政策 在重新執行的時候 可以達到一個保存著 藻礁這世界的地景 也同時就台灣的能源 它的電力跟未來 整個非俄加安政策的落實 一個很重要的面向考量 面對中游要蓋第三天然接收站 恐怕造成藻礁滅絕 學者環團痛心疾呼 希望喚起政府的重視 否則藻礁的千年地形 最終將毀於一旦